呃 九九年來的 沒有 我說你有沒有要去 我是九九年來的話 流星蓋動那個冷修配廠房 塌邊比較不大這樣 那如果有一些長官都有來我們和隆盆工地的話 可能他們就會看到這個 會想他以前來的時候可能都是工地 都是鋼筋水泥這樣 然後到現在是一個完整的建築物口罩 那大家可以往這邊看一下 我們有選幾則我們工作人員的小故事來跟大家分享 想說就是讓大家能夠更貼近我們一下 那我們選這個是一個機械組的大哥 他其實他已經超過五十歲了 照片上看起來很年輕這樣 那會選他做這個故事是因為他是一個 超過五十歲要做超過五十歲 我今天太想說我什麼時候可以退休 但是他還是很開心在工作趕快上做好好的工作 那他甚至還說出說龍門店長是他第二個家 就是你會在工作的場合講 這句話表示你對你自己的工作是有認同感 你的工作是有成就的 請教一下這個是故事館還有另外有展示館嗎 還是就是這個 會來的嗎 施工處那邊有一個展示館這樣 那個就是比較偏現場機械然後還有核工發電原理的介紹 我們這邊那個故事館的話就是就是比較偏重 是我們龍門從建廠到現在的一些發生一些故事 然後工作人員的心情跟大家分享比較 這個地方未來會外面來參觀會到這邊呢 對目前是在這邊這樣 建議一下 因為你建廠過程的重大技藥 這是你們廠內的 可是廠外你們都不去談 譬如說有人來抗議然後那邊撞死警察 其實另外一排也是可以這些外面故事的係數 可以因為我們媒體的主題不一樣 下次的話可以建議他們下次的主題改成是 就是外界我們跟外界的溝通 你兩邊嘛就是一邊對照嘛 當地自救會他們的怎麼樣怎麼樣 這都可以列入 這樣的話你只是一個單一自信 沒有辦法做比較 你讓人家覺得說 你好像說林總華講的 現在核市採取的一個所謂公關策略 用公關的方式去解決這些問題 那你做公關的事相對的就是 外面世界發生的事 你要相對做一個比較 這樣就很客觀合理 讓人家自己去比較兩邊到底什麼是真的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解說 大家能夠再多靠近我們 多理解我們一點 那未來我們也會把我們跟外界的溝通再放上來這樣 那接下來這個女生啊 她是一個很矮的女生 比我矮然後瘦瘦的 但是她做的工作是機械組的工作 就她的工作是做那種 起重機啊 吊掛的那一種的 很厲害 然後她也該收的訊她都有收 然後該拿的知道她都有拿 但是她的經理一開始問她說 你要不要換一個工作啊 女生在現場做吊掛工作太辛苦了 但是她說沒有我考進來 然後是這個名額 然後我去受信 我覺得很有興趣這樣 那其實這個同仁我覺得我很佩服她 因為她在現場工作 其實一站就是三四個小時 那吊掛的話 她做起來不比男生差 而且女生很細心 所以她做的工作也完成得很好這樣 對 那接下來這個工作就是我們那個現場同仁在工作的一個 專注的一個感覺這樣 然後會有民眾來說 欸你們這個是為了故事館 然後所以才要拍照 故意做這個假的姿勢 我說絕對沒有 你看這個鼻孔這麼大 怎麼可能是故意為了鏡頭擺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 就是透過這個照片 就可以感覺到其實現場大家工作是很專注 然後很專心的一個感覺這樣 對 然後接下來最後選擇的故事 是跟我們廠長有關係這樣 其實我們在現場工作 除了工作要如期完成之外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關心的重點就是公安 就是你在做一定工作的時候 你要保障你自己的人身安全 發生公安事故是我們不願意見到的 所以我們都會舉行大型的TBM 然後找那天工作的工作人員的包商 會宣討一下說你今天工作注意要注意什麼 比如說你高出作業要有吊掛 就是你要進場要有安全 戴安全帽這樣 那我們現場也會派公安巡視 我們來巡視說 看大家有沒有違反規定 所以這時候就會有一個公安員 就跟廠長講 廠長叫大家要注意這麼多東西 叫我們來看 我戴這個帽子進現場工作 覺得很責任很重大 對 這是這個故事的由來 對 然後接下來會選這個故事 是以媽媽的角度來出發 就是這邊是我們講的那個女工程師的一篇照片 那 會選這個故事是因為之前有一個 而反合的語錄就是說 愛孩子不要盒子 然後說你們在這邊工作啊 那以後你就是愛害你的下一代 你的下一代會 絕子絕絲什麼的 對 然後我們就媽媽工程師其實是聽到這個 因為它其實非常的難過 為什麼 我們在這邊也是非常很認真的在工作 那我們對這個工作我們是很用心 然後也是一樣努力要確保他的安全 所以說只是用這個言論來說 我們是要害孩子的話 這其實是有一點點過於激烈這樣 他說我們在這邊努力工作 會把我們的本分做好 讓核式安全運轉 這就是對的體良心 然後愛自己跟愛孩子的最好的方式 所以就是選這個故事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心情 然後接下來 這一個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故事 這個是一個那個反合的記者 對 他叫談望書 他以前是自由時報的記者 聽到自由時報有研究者就會知道 他是就是非常本土化在地下這樣 但是他會來做這個 他會來我們常做公安員的工作的話 也是因為說他以前是個反合的人物 那他會進到我們常做公安員 就是想要了解我們 看一下我們平常都在做什麼 那公安員的話 他就是現場看大家工作的情況 跟工作的態度 有沒有敷衍有沒有認證 那其實他也從八年前就開始了 那他一路看過來 其實他最後真的是知道我們工作都是非常好 非常嚴謹跟安全的 所以他最後也是有點認同我們 到最後他說 聽到封存 他的反應是五缸 就是會有點捨不得 因為他知道 我們在這邊工作也是非常用心在解決問題 然後非常嚴謹的工作態度 那這是一個好的工程 那就做到要封存 他就是有點捨不得這樣 請問他還在嗎 他還在嗎 他還在嗎 還在和事嗎 還在 還在和事 還在 對 那接下來這個故事是我們那個機械組經理 那會選他的故事是 是因為他女兒寫了一個文章送給他父親節的時候 這是結務他女兒的文章 為什麼他女兒會寫那個文章 因為呢 他爸爸以前不是和事長的 叫來和事長之後 常常在加班 晚上加班 假日也加班 他每次問他媽媽說 媽媽爸爸去哪裡 加班 假日也 加班 然後有一天他覺得很奇怪 他就跟他媽媽一起來工地看他爸爸是真的在加班 然後我們 我們也會辦一些家庭日的活動 然後邀請民眾 然後他會邀請那個 我們工作人員的家人來這邊參觀 那他來這邊看了之後發現 他爸爸真的是在這邊工作沒有出去玩 然後也了解爸爸的那個工作的內容 跟工作環境 他發現其實爸爸真的很認真工作在養家 所以他就寫這個文章這樣 對 那大家可以往後面看一下 對 那這是我們那個建廠的重要記事 就是從一開始 69年有這個計畫 這時候還是那個青山綠水的時候 然後開始又有計畫這樣 那一開始我們這個照片就是那個挖地基 這都是岩盤的 就是下面是岩盤的堅固 可以看到這個挖的話 那個都是垂直 然後很深的 就是我們地基很穩固這樣 對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圍豬體在紮鋼筋 可以看到其實這個鋼筋是很密密麻麻的 那就是你跟那個平常你家裡蓋房子的鋼筋的那個 密麻程度是有差別的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這樣 那這時候第一次的困難時期就是提建 對 然後隔年就那個開始復工這樣 其實我們停建或復工短短幾個月的時間 但其實對我們造成的困擾比較蠻大的 為什麼 因為你停建的時候很多工程停下來 很多包商都要解約了 然後才在辦解約手續過幾個月都跟我說要再復約 要前行約 那有一些真的有一些包商是比較可以 它是小公司啊 這地方它就倒了 所以我們之後重新復工之後要重新理訂合約 再重新找新的包商就是有費一些工夫這樣 但是我們還是盡力的按部就班的把我們工作做完 就是一步一步的從灌漿啊 然後到海水渠道一步一步完成我們的工作這樣 然後到最近幾年我就開始 慢慢一些重大的測試有陸續在完成 然後比如說這個161KB加壓 然後就是那個契機安裝的 然後還有反應爐的安全的相關測試 然後一步步的在那個完成這樣 然後到103年就是封存這樣 但是我們就是保持著樂觀的態度 會是定的目標 封存是為了起工作準備這樣 那大家再繼續跟我往前走這樣 那我們這邊有擺一個防護服 這個防護服是我們在七樓 就是燃料區工作村的衣服這樣 可以看到後面這張照片 就是穿起來就是這樣 外面有防護服白色的 然後上面有那個綠色的頭罩 其實這個防護服不是為了防護服射 我們現在很乾淨喔 沒什麼服射 這主要是為了那個有點類似防塵式的感覺 就是不要把灰塵帶到廠房內 那你自己身上的毛髮啊 東西也不要掉在廠房內這樣 我們這個工作火目的其實就是那個 就是防灰塵啊這樣 保持現場工作乾淨 那這是現場工作這樣 對 那大家可以來看到這裡 就是 這個是現場 對 對 如果我講他太快的話 大家可以提醒我這樣 或是有想要 哪部分想要再仔細一點的話 我可以再多指他說給你 大家這個就是控制棒 大家想說欸什麼叫控制棒 控制棒就是 就是反應爐裡面控制整個核反應的動機 對 意思就是你把這個控制棒插進去 整個核反應就停止 然後就停機了 那這控制棒的話 這個只是一部分 這不是所有的 這只是 這邊是一個馬達 跟大家想像這個馬達長得不太一樣 但是它是一個馬塔 然後它上面接這裡 然後它這個 這個驅動陣它是一個中空的 那裡面有佛塞 那你下面馬達轉轉轉 它就把那個佛塞 佛塞往上推 所以它那個天端的地方 就會接控制棒 就可以把它推到爐心裡面 那這只是下面的一個 控制的一個機構 可以想像這個整個爐心有多大這樣 擺不用擺就擺不下這樣 那就可以往後看這樣 這個是我們現場7樓一個爐心的一個照片 小心後面 對 那大家可以在這邊拍個照 這個照片上看起來是3D感十足的 大家有要拍照嗎 我也可以幫大家拍照 對 我號稱是那個手機拍照達人 對 相機會手震 但手機不會 對 有人要再過去嗎 大家比較害羞 那再往前走這樣 如果之後再有來參觀的話 就是可以再來這邊拍照這樣 那他根本往前走 前面是我們設一個那個 輻射體驗區這樣 對 請往內 對 往那個小房間走 那大家可以盡量往前一點這樣 那如果聲音太小聲的話 我可以提醒我 然後我再大聲一點這樣 對 那這個是一個體驗的房間 對 那我們主要是說 那個民眾來我們在那邊參觀 聞輻射變 假如輻射嚇都嚇死了 說 怎麼會叫我來這裡參觀 萬一被輻射照到怎樣 所以我們這邊有設一個那個增檢器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現在啊 就是在這個空間之下 他就有劑量 為什麼 不是因為這裡是核電廠 所以還這邊有劑量 是因為我們生活的環境 它裡面就有一些背景的輻射 那背景的輻射由來是什麼 宇宙射線 就是從宇宙中會射一些輻射線下來 然後到地球這樣 就是會有一些那個 宇宙射線 然後造成你的背景輻射 這是跟你的核燃料沒有關係 所以你把這台機器 翻到你家裡打開的話 也是會有一些稍微的 那我這邊有準備一個那個 健康低納眼 大家我在用健康低納眼 對 然後呢 你把這個放進去 你有沒有看到 他的指針一直在往上這樣 對 這健康低納眼也會有輻射 為什麼 因為健康低納眼 他要把納的成分降低 他就要放比較多的假飾食 那假飾食就會有一些微量的輻射 那他微量的輻射 那他微量的輻射就是 比背景激量高一點這樣 但是其實他天天吃你 對人體也不會有一些傷害 所以其實輻射的感覺就很像 像熱咖啡 一開始很熱的時候 你去碰他會被燙到 但是你離他遠一點 你是不是就不會有傷害 然後你過一段時間他涼了 你去碰他 你也不會有傷害 所以輻射感覺就很像這樣 其實他一開始有強度的時候 你就離他遠一點 你不要碰他 就不會對自己有傷害 等到他強度降低 忍了之後你去碰他 你就不會對自己有傷害 像現在那個醫院 也是有一些輻射設備 像照X光啊 然後癌症治療都會用到 那這些就是劑量比較低 但是對人身體有處的 所以其實大家不用 聽到輻射兩個字就覺得很害怕這樣 就是我們都會把那個輻射控制 在適量的範圍內